2022年的2月16日 本来是不想做视频的 但是为了日更 让大家看到这个红幕测评 所以现在晚上12点钟了 还是继续加班工作 争取给大家带来知识科普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套 老挝大红酸汁的中堂 12件套的测评 网上他们一般卖价是40多万 然后今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这一套货它实际真实的一个价值 那我们接着往下面看 老挝大红酸汁 中堂12件套了 后背一个6件套 一个长条岸 一个方的方桌 左右两边一个椅子 然后面两个花架 这是一个6件套 也可以单重来 左边一个3件套 右边一个3件套 加起来也可以组成组合 12件套 它的暂体面积约为从左至右 约为4米 然后从上到下 它的深度也可以说是长度 约为3.5米 那么这一套货呢 我给它的打分是一个7分 因为越南的用料啊 在国内也好 还是国外也好 嗯 这种老挝大红酸汁是比较稀缺的 所以说能做成这个样子呢 已经算是 还算不错了 所以从它的用料跟做工 橙色中和 我给它打分是一个7分 然后呢 它们的质量呢 都是一个中片上的这么一个品质 所以说我就把它组合起来跟大家讲 因为有毛胚 还有那个做好的成品 这样呢 比较容易介绍 现在我们看到呢 这一张呢 就是也可以说是单独 作为6件套来卖 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 整体它颜色呢 还是不错的 嗯 因为这个酸汁 他们在做的时候 毕竟 这个木材呢 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稀少 比较名贵的 所以说 以目前 现在的越南做工来说呢 它这个选料 还是过得去的 所有一整套的这个厚度呢 做板 都是一个0.9的厚度 打磨完过后 有可能是0.8的厚度 在越南市场上现货 都是这么一个尺寸 厚度 如果说有特殊定住的话呢 可能有些可以做到1.1 1.2的 但是特别少 那个价钱也特别贵 如果像这种花纹特别乱的 或者是那种 颜色非常黑的 他们一般都不会说 来做1.2公分厚的 都是属于是一个市场货 这一张 也就是它做好的一个效果了 颜色呢 还算是比较均匀 图片太大 然后也看不出来细节 再继续往下面看 这一张呢 就比较明显了 像这种黑色的 特别是黑色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因为这种黑色的 太容易在里面做文章了 所以说大家在买的时候 不要一定说黑色就一定好 其实黑色外行的话买来 还更容易出问题 在这里的位置 教大家一个小标招 像这种红色部分呢 一眼望过去 基本上可以很明确的看出来 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个做法呢 也是很清晰的 可以看到它的纹理 这个纹理也可以判定出来 它是一个毒板 但是呢 这个面板比较小 面框比较宽 现在这个款型 以前越南的老款型 都是这么做的 这个也没法避免 毕竟大料比较贵 那这一张 还是同样如此 也是这些黑色的地方 大家在看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看 非常容易出问题 那么像这些地方呢 红色的几乎都没什么大问题 主要是看细节 有没有什么拼补白皮之类的 那么现在目测 还是几乎没什么大问题啊 这些都是比较清晰的这些纹理 那这里有一块黑色的地方呢 是它的黑金黑色部分啊 这个没什么问题 那下面这块料呢 可能就是小料做成的 它的花纹非常的乱 从这张资料上面 大家应该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的吧 这个做工的话呢 确实啊 没有国外的这个精细 从这些线条流畅度来说 它这些不够流畅 看到了吧 这些有缺口 不够顺畅 所以这个雕工的话呢 整天说算一半 但是对比起以前的越南工的话 还算可以吧 然后这些地方 不干净的地方 就是后期在做工 的时候没有做好 这里面有那个小小的灰尘 我把这个图片给大家放大 看到吗 这里白色的点就是它的灰尘 然后这些缝里面这个白色的点 也是细节里面的灰尘 就说从木工上做的不是非常到位 还有这个打磨也打得不是特别到位吧 有这么一点点小的瑕疵 整体来说呢 还算可以 那这张面板也没什么看头 是一整块的 然后这个纹比较清晰 这些地方有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 因为这个颜色做太黑了 然后这里呢 是后期打磨有一点点不到位 有点点小瑕疵 就是不密这些 这一张资料是它的脚 这个脚呢 也没有啥要看的 但是这些地方颜色也非常黑 也是需要注意的 这些地方 再来看一下这一张资料 是方舟 方舟的话 从这个花纹上 可以很明确的看出来 这是一幕四开 大家看这个有没有拼板 从这个它的花纹 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来了 总共是四块拼成的 我这里给大家画出来了 大家以后再看的时候呢 也可以这么看 通常呢 也最多也就是三块 来做这个桌子的面板了 因为它这个尺寸过于太大 最后一张 也没什么特别要看的 就是它这个地方 这个小圆点 应该是它以前的那种结疤已经裂了 所以说 大家在买的时候 尽量要避免这些结疤 这些结疤的话 十有八九它都会裂 所以说 为什么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尽量买那个直纹料 像这种 这些小料散料 拼凑起来的 然后花纹多的 就更便宜的呢 就是因为它这个料啊 然后都是采用小料 要反正这个料就是非常杂乱 很容易出问题 密度也没有那种植物料高 又到了今天的价值计算环节了 但是在这之前 需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的是 像这种货呢 在整个广西的市场上 大约占到90%以上 所以说 你拿到 四五十万 那种货的可能性非常小 大部分都是这种货 而且市面上还有 比这个货更差的都还有 也不在少数 然后呢 它的白皮拼补还有粉补 因为这个素材问题 不容易取得 所以有些东西 像底部的话 还没有给大家展示出来 大家请理解一下 在后期的话 会跟大家补足 那么它白皮的部分呢 大约是占到3%这样 也算是相当少了 这套半成品在越南 它是一个中片上品质的 半成品的价格是 约为350兆 折合成人民币的话呢 大约也就是说是一个10万 约600公斤 以目前算支打税 是一个30块钱 35块钱一公斤算的话 就是3618000 接近2万 后期加工的话 常规 通货加工 那它的一个价位 大概是在 1.2至1.5万之间 当中有细微的差别 但是好货的加工 那肯定远远不止这个价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那总价就是13万2到13万5 当然这是一个成本价 至于你能不能这个价钱拿到 这个我就不一定能保证了 那好 这期的评测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没点关注的 大家请把关注点一下 如果你想看什么 获得评测呢 希望大家留言告诉我 好的 再见